新手败于常识 老手败于驱使 你会发现 老手这些公司 传统企业公司 在这几天被数字化的企业 所开始去颠覆 过去我们说 全中国最大的书店是新华书店 现在可能是当当 可能是京东 前几年我们说最大的媒体是CCTV 但今年你可以看到 大量的媒体当中 包括春节 去看春节网会 以及很多电影的发行 来自于抖音 前几年开会 我拿了一个数据 抖音当中的新销贵品的推广的成功率 达到58% 这是什么概念 传统企业当中 你上新品 到你的客户专当中 成功率17% 所以老手往往败于趋势 这就是为什么 每个行业当中 有颠覆者创新的机会 但是新手败于 COMSES败于常识 最近听到元气四零碰到 一个巨大的挑战是什么 我的业务现在在线上做起来 想像这个农夫山泉 想像买师一样 在很多终端店当中 能够布局 受到经销商的一个阻碍 在传统的 零售行业 非常经典的一个玩法 叫做深度分销 也就是把我的产品 深度在任何一个场所的 消费末端当中 这其实是在整个 消费品行业当中 COMSES 今天元气四零 作为一个网红品牌 突然醒不过来 哇 这个东西是快小品行业当中 最基本的定律是绕过不去的 所以开始去挖传统行业当中的高手 重新去帮他去梳理渠道的建设 这个其实在可口可乐当中 有个101计划 也就在任何的终端的 Michael moment当中 只要想买到可乐 都能够去接触到 拿到买得起买得到 所以今天 我们上面有两种类型的企业 作为一个挑战者当中 你在common sense当中 你应该去布局 还是说今天 有新的革命性的机会 这是两者所碰到不一样的挑战